他先介紹過了 好 OK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七股八德克建宇 今天起來是七隻小羊 有一天 那個有七隻小羊在院子裡玩 那個媽咪就是 然後大野狼跑過來的時候呢 然後那個小羊 然後那個羊媽媽 就直接又飛白色 然後之後他全身都是變成刺刺的 然後變成刺刺 他就說 我給你們記住啦 然後說 羊媽媽有一天要出去買菜 他說我會快點回來的 說不定那一隻蛋也來也會來喔 所以 沒有看到白色的手 然後他絕對不行 就絕對不行開門喔 然後之後 羊媽媽出去的時候 那個大野狼還真的來了 大野狼 然後他就這樣 大野狼來的時候 也說小羊小羊 我說我要抱抱 然後之後他就說 你把手拿過來 那之後他就不肯拿過來 那這時候 我手上有很多禮物 所以手拿不過過來 然後之後呢 他們從腳步開始看 那之後呢 果然這是大野狼 所以他們這次就沒有開門 那這 大野狼就跑去藥局 他說他要全部的藥 馬上把它吃光 吃光之後呢 他又跑去羊家 然後之後呢 羊家就卡這 是不是卡 那之後他就說 不是不是 他就說 不是不是 不是之後呢 那個大野狼就跑去 小羊的倉庫的木頭屋 然後小羊穿褲的木頭屋 然後之後他就用 噗噗噗噗 然後裡面麵粉 一堆跑出來 拿著他們的手腳 都抹了上面 是說 我手上有很多禮物喔 那時候 小羊就從下面 這不是羊媽媽耶 然後他就打開輪 結果是大野狼 大野狼 把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六隻 七隻 把六隻吃掉 那之後呢 你們猜 有一隻躲到哪裡去了 對 他們跑去時鐘了 然後之後呢 羊媽媽回來的時候 我們怎麼是開著的呢 然後 他就說 然後 那一個小朋友 就跑出來 原來是 小妹妹 羊妹妹 然後之後他就跑出來之後呢 就告訴媽咪 哥哥姊姊都被吃掉了 然後之後呢 媽咪 就去看大野狼 然後看到他 那個睡偷懶叫 然後在睡偷懶叫的時候 媽咪就說 你趕快去拿一個車 還有剪刀來 那時候他就去拿的時候 那個羊媽媽就把那個肚子剪開 肚子剪開之後呢 那個小羊一個一個的跳出來 六個跳出來 六個跳出來 六個跳出來之後呢 然後呢 小羊就 小羊就 小羊就用 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六顆 七顆 八顆 十顆 十顆的石頭 放進去裡面 然後之後把它解掉 不是解掉 是把它折一個把它縫起來 然後之後呢 結果就很好笑 然後之後 就 那個 大野狼跑給 然後 他想去喝水之後 然後 一直放出這種 喘氣聲 然後之後 剛好那邊有一個 下面裝水 吃一個地方 然後之後 然後之後呢 他就變去 掉到 掉到裡面 然後之後大野狼就死了 然後之後呢 他又 他又全身體出來再說 我快給你們接住 然後之後他就 沉下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